北韩7日在韩国西海进行了炮击 据报道 北韩已从本月5日开始连续三天进行了炮击训练 从中显示北韩从新年一时加剧韩半岛的紧张局势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透露 北韩于7日下午4时开始 在一个小时10分钟的时间里 在岩平岛北方发射了90余罚炮弹 所有炮弹均落在西海北方界线以北区域 在韩国岩平岛探支炮击声响后 政府向当地军民发送了要求尽量不要外出的灾难短信 与此同时 韩国军方警告北韩 立即停止制造紧张局势的行为 联合参谋本部公报事方面表示 如果敌人向西海北方界线以南发起挑衅 从自卫权的角度出发 我们将按照极强中的原则 压倒性并果断的予以应对 与此同时 韩军并没有接连采取应对射击的回应 从中显示 韩方并不对北韩的挑衅进行一一回应 北韩总参谋部表示 我们的炮击行为是正常的海上训练 我们向西海北方界线平行的东侧方向进行炮击 并没有做出任何故意的威胁行为 据悉 北韩在时隔一年零一个月 于本月五日重新在海上缓冲区进行射击训练 在海上缓冲区进行射击冲区进行射击